台北市教育局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真的不晓得该怎么样来解决了 现在呢可能会使用一个所谓的协商处理模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是有人检举说在台北市一所公立小学 一位小学教师男性老师 他把艾滋病传染给别人 我们知道艾滋病呢这个应该是要被保护的 所以到底现在呢到底是哪位老师感染到艾滋病 或者是这位老师是谁把艾滋病传染给他人呢 现在都没有办法来处理 所以现在呢也只能柔性劝导 这个教育局就希望这位老师能够自己去做一个筛检 让大家来安心 而面对这样的一个案子 现在也决定要用一个协商处理的模式 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最好的解决